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皮肤的那些事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现在啊 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身体的变化 很多人的皮肤呢 会出现各种多多少少的问题 于是啊 大家很着急 会用各种各样的保养品 护肤品来保养自己的皮肤 不过呢 关于什么样的皮肤 应该用什么样的化妆品 什么样的年纪 应该用什么样的保养品 大家有没有正确的方法呢 就在现在呢 有很多的高科技的产品 可以告诉我们 应该如何高效有效率的 来保护保养自己的皮肤 那今天的我们的节目 就告诉大家 应该如何检验自己的皮肤 嗨 大家好 这里是边玩边美的 Oh my God 完美咖 我是维嘉 今天的代班主持啊 对 代班主持 邓丽莎 代班的来了 大家好 我是佳佳 佳佳 佳佳最近在日播 那个这个不是晚辈了 是晚晚辈 哈哈哈哈 还有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金老师 欢迎金老师 今天要为我们介绍一个新的产品的 就是说这个高科技的护肤仪呢 可以了解 几乎未来五年的状况 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一听就好高科技 很高科技啊 来登 他在哪里了 登登 哇 这个ipad的控制了一个系统 我们在家买 就要买回来这么大一个东西吗 这不是家用的 我们广告语叫叫 matis 逆线真我 matis 对 逆线真我 大家知道我们很多人 平时在生活过程中 特别是护肤品啊 还有空气中的污染 其实我们很多看不见 就是因为他分子量比较小 那怎么样能够让他在同一个环境 同一个波段 同一个时光的情况 能够保持一个固定 然后能够看到里面是什么样的发生 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 眼睛嘛 会骗我们很多 特别是我们平常老是化妆 对 别看这两张美丽 结果底下 其实素颜更美 不过我们看了很多 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打扰 都是一个人工智能 都是正人 那他这也是一个人工智能 不过目测他们俩的俩还是不错了 他可以做很多判断 现在的话能做到的是皮下的延伸啊 斑的长的未来长的什么位置啊 斑的发生在哪里啊 然后你早晨起来你的毛巾有没有残留啊 就很多人毛巾会掉东西吗 毛巾有残留啊 然后你 对 然后你的护肤品的那个 那个灵光剂是不是够过大 过度啊 这都可以看得到 还有一些 你未来会在哪里长斑 皱纹会长多深以后未来都有 他这里都有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检测吗 现在我们去 大概每个人可能需要十几秒钟 好 就可以看到他的下 需要十几秒钟 然后做完以后马上就可以拍到 通过手机 看到你手机里面 哇 你晚上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过程 就是可以连接你的移动 哎 对 通过手机 你可以拿到你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现在接下来 如果大家 呃 坐下来 可以大概每个人15 15秒钟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哇 我先来吧 哈哈 你来 好的好的 我来我来 那我们现在可以拍摄 你可以闭上眼睛了 你们看哦 好 不要紧张哦 嗯 好 开始了啊 不要动啊 这个是没有皮肤表皮的 这是油 看到没有 他的油 他一直在检测 他有残 他有那个 有动有残留 这是化妆品 对 化妆品的残留 就除了那个粉底之外剩下的 对 这是深层 还有还有三秒钟就好了 这是深层下面的 可以了 可以了 是睡着了吗 这样的 好舒服 哈哈哈 OK 下一个人 好 那 等一下 呃 行 我都行 嗯 哎 好像在生孩子 哈哈哈哈 生孩子 这张图片皮肤最好用 它是日光模式 就所有的 可以暴露出你的脸的 正好的状态 那我刚才是这种吗 也是这种啊 好好好 你你 但是深 请不要笑 放松 眼睛闭上放松 好 15秒钟 我会叫你的啊 然后这是剥脱皮肤表皮的 这是油脂 看 它的油脂的分布 这个是哦 它这里 我们可以拿下来看 你的脸特别干净 那我们现在看 这是一个拍过的一个画面 嗯 那每个人都有档案 然后你一会会传给你 我们看一下 这家的皮肤的色度呢 是在 24.8以上 大概这个位置 24.8 所以它皮肤稍微有点暗 第一张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 就是它的光线 是模拟的日光 啊 这个是皮肤表皮 就拨下来的 嗯 就是把皮肤表皮拨下来 它还是不错了 我们再看第三张 第三张就会油脂的分泌 哦 就很清楚了 这一块 包括鼻头这一块 嗯 这一块 那就可以看出 因为油和水是相反的 嗯 只要这地方有油分 一定是这地方缺水 哦 所以你会看你这地方要补水 这地方要补水 这个是你早晨可能擦 或者是刚才擦的粉啊 有些那个散的一些纤维 好美哦 那有些人的话呢 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片一片的 所以它的服务品有很多残留 嗯 所以你没有用什么 可能有点化妆品还是比较好的 嗯 没有什么太多 一大片一大片的 对 都是比较好的 下一张我先挡 我先挡上啊 佳哥 对 佳哥 我已经看到这个 不能见人了吗 然后下一张 这是什么呢 老了以后 这是老的 大概是老了 老了十年以后 整个年的感觉 十到十五年 这是翠斑吗 我想说 不是不是 是整个皮肤表皮 在完全的日光的 那个紫外星的摧残下 你的脑花会什么样 哦 就很明显的变化 你看每个人 他的整个 到老了大概 像你这个年纪 应该六十多 七十多的时候 就这样 但没什么皱纹的 对 皱纹我还没有 还没有到呢 哈哈哈哈 这个是模拟 他的整个皮肤了 好 下一张是过敏 下一张是 过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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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人会比较明显 他就不是很爱 他没有太多的过敏 他只是这一点点 一点点 这里一点点 红色的 红色 红色区是过敏区 就是你的过敏情况 有的人就是老是不好啊 皮肤痒啊 干啊 水肿啊 这个是整个一个 咖啡色的一个 一个设置 这个是看 不不不 这个是看你整个皮肤 表皮的色素的分布 你看 色素的分布 哦 男生就会不太有太多感觉 一会看女生会比较 有感觉 嗯 他说我们更严重 他的额头区会有点严重 就会比较能力 好 最后一张是看他的 那个日晒般的老花的趋势 没有什么 有 其实有一点点 日晒般 大概这里 这里 这里 你看这里以后都会 这里 这里 他比较好了 嗯 他还是蛮好的 就是都挺好的状态 对他都很好 哇 恭喜你 恭喜你 看你啊 有有 这是我的吗 我给你简单看一下 有的不好看就不让他们看 哎呦 一张张来吗 对 别放对比 然后你 你可以看到 你的下面是什么样子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嗯 就这个 这个机器还是蛮有意思 你可以做很多的对比 可以 我可以换这个对比 然后你下面会怎么样 就是你要看到你 哪个对比 任何的对比都可以 对 任何的对比 过敏的对比 斑点的对比 这样的对比 然后几张图上下对比 都可以 好 最后的话 随便看一下他的吧 随便 对对对 随便看一下我的 因为没什么问题 不不不 这个好 他的这个油脂分比比较 比较均匀 对吗 您油脂 所以你皮肤还是很好 很好 对 因为他的皮肤的优点就是 每个位置的厚度都差不多 所以保证他这个整个是差不多了 所以说这台机器呢 就是现在目前最先进的一桶 带那个人工智能的一套设备 哇 我们要感谢现在的这种高科技 人工智能 对 其实让我们的生活为了方便 其实不不光是这种脸部的测量 包括上我们体检 现在有更多通过很简单的一些手法 都能够了解健康状况 身体的状况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了解自己的身体 好 下期再见吧 谢谢 鸦鸦我们想你 佳佳你应该投诉台里不该跟你接这样 哈哈哈 刚做 佳佳 就是这是你的 卫生育 哈哈哈哈哈哈 别人看到你最美的时候应该就这个样子 最好的时候 最美的时候也是这样 哈哈哈 我们不是看皮肤吧 是 你的皮肤是好 但是脸的刚当 我们在彩蛋里面来看一下老师的 金老师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诶 私下点我们就 快快快